亚裔女一把打翻了美国闺蜜的酒 至于闺蜜刚生完宝宝 在此期间一滴酒也不能沾 全都要用鸡汤代替 里面加了大量枸杞 可以修补你破碎的身体 保暖也至关重要 必须24小时穿着厚厚的洋帽袜 不然很容易感冒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软电影达丹娜 今天带来一个中国媳妇 传播东方秘书 逼迫杨闺蜜坐月子的故事 闺蜜一开始还很感激 渐渐的却有些招架不住了 就说这个一日三餐吧 哪有人炖炖喝汤呢 为了帮她安神补脑 杰西卡还煮了好几锅月子茶 闺蜜喝的都快吐了 五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 慌一慌肚子里都有水热 再说出门这件事 杰西卡是下了死命令 在坐月子期间 禁止闺蜜离开房子 哪怕只是待在院子里 晒晒太阳也不行 这一个月里 我会寸步不离地守在你身边 待在你家里 密切关注你的行动 帮你恢复身体 感动吗 闺蜜表示不感动不感动 这哪是给我养身体 分明就是坐牢呀 就这样 闺蜜的噩梦开始了 杰西卡时刻监控着她 不许乱动 不许吃冰 就连冰箱中的苹果也要乖乖等待四个小时 放到常温了才能吃 时间来到第三天 心的痛苦找上了门 闺蜜在羊绒毯和毛袜子的双重攻击下 出了一身的汗 非常迫切地想洗个澡 然而杰西卡却残忍地宣布 坐月子期间 不可以有任何沐浴 哪怕只是洗个头也不行 那会让你体温流失 还会破坏身体的有益菌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胡说 她还亮出月子杂志 有权威专家背书 闺蜜只好闭上嘴巴 继续任人摆布 然而到了第四天 她却再也受不了了 因为杰西卡竟然以孕妇 不能吹风为由 关闭了家中所有的空调 这可是佛罗里达的盛夏 闺蜜任无可忍 冲进浴室就要洗脏 不要那么激动 坐月子期间 禁止大喊大叫 闺蜜简直要崩溃了 只想让杰西卡滚出自己的家 然而她低估了一个中国女人 对于坐月子的高标准一言要求 下一秒杰西卡就飘回了厨房 继续研究各种养生汤了 又闷又热的闺蜜 只好走到窗边 借助自然风降低体温 下一秒 她突然两眼放光 似乎看到了救星 邻居家的墙上 赫然挂着一只空调外机 几分钟后 杰西卡端着菊花糖 笑容满面的来到卧室 却发现这里空空如也 大事不妙 我们的产妇逃跑了 杰西卡赶紧跑回家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浴室有水剩 难道是闺蜜在洗澡 她一把拉开帘子 没想到里头是她老公 杰西卡忍不住抱怨起来 为了防止闺蜜逃跑 我把鞋子都藏起来了 没想到这女人不简单呀 居然穿着袜子就溜了 简直像个绝望的乞丐 仔细想想 一个虚弱的女人 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会逃到哪里去呢 其实 闺蜜不在后院 而是躲到了 杰西卡的婆婆家 这位曾经亲手帮助 杰西卡 做过三次月子的女人 这次不知为何 竟然向闺蜜渗出了园上 将她藏了起来 甚至给她薯片吃 听到闺蜜 喋喋不休的抱怨 婆婆意味深长的笑了 她伸手掀起床带 露出下面 一摞又一摞的说 那都是杰西卡 辛辛苦苦 写了好几年 到头来 却一本也没卖出去的作品 婆婆告诉闺蜜 我第一次 帮杰西卡 做月子的时候 丈夫刚刚去世不久 我心里很难过 非常需要做点什么 转移一下注意力 照顾杰西卡这件事 让我重新振作了起来 你看 有的时候做月子 真正知遇到的 不是被照顾的人 而是那个 照顾别人的人 闺蜜恍然大悟 主动回到了家 杰西卡却一脸阴沉 宣布做月子 要从头开始 因为你擅自出逃 导致身体受损 急需被治愈 然而闺蜜却说 No Because you need to heal 接下来的三十天 我们两个要互相照顾 早日从伤痛中走出来 就从这杯东西开始吧 闺蜜端来两杯果酒 强迫杰西卡 跟自己干杯 这才是我们美国女人 做月子的方式 坏说 自打生了宝宝 闺蜜跟丈夫的二人世界 就算是彻底泡汤了 为了救她于水火 杰西卡慷慨提议 这周末就是万圣节了 你俩出去吃个烛光晚餐吧 孩子 我来带 闺蜜千恩万谢 留下了一张 注意事项的清单 就欢天喜地地过节去了 杰西卡看看手里的纸条 上面事无据记忆地写着 六点半前必须喝奶 七点半前必须睡觉 如果可以的话 请帮她戒掉奶嘴 作为成功养大三个儿子的妈 杰西卡女士信心满满 要知道当年 她只用了一个晚上 就帮大儿子戒掉了奶嘴 操作方法很简单 站在她床边唱玫瑰 这哥儿对于新生儿来说 有神奇的助眠功效 等到孩子睡熟了 再悄悄把她的奶嘴偷走 看吧 情而易业 然而杰西卡没想到 同样的招数 用在闺蜜女儿身上 居然就失灵了 夫妻俩反反复复唱了八遍玫瑰 宝宝不仅毫无睡意 还哭得更大声了 杰西卡很恼火 肯定是因为你唱歌跑掉 丈夫非常委屈 只好几栋 Plan B 这是一件育儿背带裤 比摇篮舒服一百倍 躺在这里面 她就不会想要奶嘴了 杰西卡简直要气笑了 怎么会这样呢 咱儿子那会儿明明很容易 事已至此 丈夫只好说出了一个 隐藏多年的秘密 其实那时候也不是很容易 奶嘴拿掉后 没过五分钟 儿子就抽抽搭搭地哭个没完 是丈夫偷偷溜回来 又把奶嘴塞了回去 杰西卡直到今天才知道 她引以为傲地借奶嘴工作 竟然持续了整整一年 烟臭着妻子脸色不对 丈夫赶紧安慰道 至少老二借奶嘴那会儿 我们做得很成功嘛 然而听到这个话 杰西卡却露出了心虚的表情 其实养老二的时候 她稍微求助理一下外援 如果你不哭了 我可以赚十块钱 丈夫惊呆了 你居然裹我妈去照顾我儿子 杰西卡恼羞成怒 这不是没办法吗 我们刚跟闺蜜夸下海口 一定把她女儿戒掉奶嘴 现在要是失败了 岂不是显得我们很无能 夫妻俩实在没办法 只好再次请出了老太太 偏偏今天是万圣节 老太太扣死成剪刀手爱德华 以身的刀光剑影 孩子看了别说吐奶嘴 不做噩梦就不做了 幸好老太太还有绝招 你们柜里不是有威士忌吗 吐一点到她嘴唇上 很快就会安静下来了 丈夫大为震撼 所以你当年也给我儿子喝酒了 哦 别着急 不是好酒 这就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小婴儿怎么能喝酒呢 这下好了 彻底没辙了 夫妻俩双双陷入绝望 老太太却一脸淡定 直接上手抢奶嘴 她忘了自己满手刀片 结果下一秒 奶嘴就不解体了 这下可好 宝宝彻底崩溃 哭个没完 杰西卡翻遍整座房子 居然一个奶嘴都找不到 看着扮成汤姆猫的丈夫 她简直又爆炸了 你在跟我搞笑吗 丈夫委屈巴巴的解释 我以为换套衣服 就能转移她的注意力 这话提醒了杰西卡 她立马找出闺蜜的衣服 开始扮演宝宝亲妈 丈夫则扮演成宝宝亲吧 然而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孩子依旧哭个没完 唤醒的是贵蜜终于回家了 看到女儿酷得那么伤心 衣服都来不及换 就忙着进屋哄孩子 原本浪漫的夜晚 最终还是以鸡飞狗跳收场了 万圣节这天的惨败经历 给杰西卡夫妇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他们开始深刻反省 这些年父母做的到底称不称职 就在这时 贵蜜和老公找上门来 还带了亲手做的甜点 说是昨晚帮忙照顾孩子的谢礼 闺蜜却说 恰恰相反 你们是我见过最称职的父母了 看到你们也这么手忙脚乱 我反倒觉得很欣慰 再说了 还有谁会在万圣节的晚上 为了给我创造二人世界 主动懒过责任 照顾这个胖娃娃呢 闺蜜的话瞬间宽慰了夫妻俩 他们一下子轻松起来 再回想一下 过去十几年 我们做的也不错嘛 这不三个孩子 都健健康康的长大了吗 育儿是个辛苦的过程 不过只要福其同心 彼此扶持 相信再多的困难 也能迎刃而解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